HELLO 大家好,我是屎老师 那我们根据前面的就是从Final Cut Pro 输出SML到Divincy 有些朋友们他发生这个档案 就是只有拷贝影片档案和一些拍摄的资讯档案没有一起备份起来的问题 来探究为什么拍摄档案要带有这些拍摄资讯的条件 首先像是电影或者是电视剧这种戏剧的制作 有时候在拍摄的现场我们会有所谓的场记人员 那场记人员会根据这个摄影师所报的他摄影机上面的时间码的起始记录 跟结束记录的时间点来做这个记录 所以在剪辑的时候我们可能也会依据这样这个叫做来源的时间码去做剪辑的参考 那甚至说在电影有所谓的对板 这个对板就是有影片的摄影机跟现场的录音机就是收音的人员 他所录制的声音 那我们会有时间码的同步 这个时间码同步就会把这两个时间码 就是影片的时间码跟声音的时间码对在一起 所以这种拍摄的时间码对于我们后制剪辑来说是相当重要的 当然有一些电影制作来说就是说导演也会先看过这些毛片 就是我们所谓的daily或毛片 因为有时候导演不希望剪辑师看到就是导演他不想要的镜头或画面 所以不见得是所有拍摄的影片都会给剪辑师使用 也就是导演会先挑选过他要的画面 就像我们为什么这个影片要定检之后 输出给调光师 因为我们也不希望调光师看到额外的影片 OK那在Bound Cut Pro里面呢 假设我要看到一些所谓的来源时间码要怎么处理呢 事实上有几种方式 那在Bound Cut Pro比较快的方式就是在视窗这里 然后我们选择这边有个叫做Source Time Code 这个Source Time Code呢 它就会显示一个就是我们的影片它实际的时间码 当然我们可以在这边选择就是Project Time Code 就是我们现在时间轴上的时间码 所以说你利用这种所谓的Source Time Code 像这边来源时间码跟所谓的剪辑时间码一定会不同 这边你可以看到下方是来源时间码 就是摄影机所拍摄的这个时间码的记录 然后呢上面就是我们时间轴的 就是我们这个编辑专案时间轴的时间码 那另外一个条件就是说 有时候在这个戏剧或者是电影甚至像广告的拍摄 导演会利用这种所谓的可以更换镜头的摄影机 像Aria LESA或者是像我们现在照相机 A7S3它都可以更换镜头 所以这个更换镜头在我们剪辑上 如果可以看到相关资讯的话那是最好的 那只可惜因为有一些摄影机厂商 它不见得会开放所有的资讯给 比如说像是Binal Cut Pro去知道说 它用了什么镜头或是什么样的厂拍 所以有时候我们会在Binal Cut Pro 就是看不到一些相关的影片资讯 出现在我们的这个检阅器的部分 你可以看到我们这边检阅器 没有相关的一些其他的资讯 像是我之前用Breadmagic的A3 mini 4.6K拍摄的影片档案 所以像在Divancy里面呢 我们在这个Media Pool里面 就是这个媒体的这个显示项目里面呢 你可以看到在我们选择这个Meta Data的项目 然后在这边选择用摄影机 那你就可以看到我用了什么样的摄影机 然后甚至他的摄影机的编号 如果说他的序号也都可以显示出来 甚至我们用了什么样的快门光圈 然后这个白平衡的设定 甚至我们用了什么样的镜头 他都可以显示出来 因为有时候我们在拍这种电影啦 戏剧啦广告啦 或者是有一些婚礼拍摄 可能导演希望 我曾经用过什么样的镜头去拍这个画面 特别是在镜头语言的强调上面的时候呢 导演跟剪辑师说 我要什么样的镜头的时候 这样的资讯就非常的重要 就像我们刚刚前面的这个问题讨论里面提到说 万一有一些他们把这个摄影机的档案 只有拷贝影片档案出来 就像我们前一个教学里面提到 就是说我把这个影片档案把它拷贝出来 它不带有资讯 那该怎么还原它的资讯 好第一个就是说如果像是Sony的SABC 当然它可能资讯还存在 在这个MP4的档案里面 所以这个时候如果说你有安装Sony 这一个软体叫做CataList Browse 这是一个Sony的免费的软体 你可以去下载 你就可以拯救这个问题 像是我这边已经把相关的档案带进来 像这边有一个就是我们刚刚拷贝进来的 比如说C0513的MP4的档案 我们就可以在它的右侧这里 我们选择资讯 然后往下看 你就可以看到说 这边有就是它的编码 然后它的色彩 然后它的解析度 然后再往下看 你可以看到曝光值 甚至说你的光圈快门等等 还有这个焦段焦长 它全部都会显示出来 那比如说我们这边有它的原始档案 我们这边连接到原始档案 然后一样513的档案在这里 那你可以看到 这些档案资讯是一模一样 甚至我用什么样的照相机 其实看到这个编号 大家都知道就是7S Mark 3的型号 所以说今天你有这些资讯的时候 比如说导演现在可能拍摄团队 有两三台这个一样是A7S 3的摄影机 可是这个素材可能分不清楚 到底是哪一台拍的 或者是它用了什么镜头 它用了什么样的焦段 它的白平衡设定是什么 你都可以透过这样的一个资讯来查阅 甚至说我们在有其他的这个资料 像我这边有那个之前 就是那个Sony有一台这个专业摄影机 所拍摄的这种比较高阶的SABC的档案 它在这里就是F55的摄影机拍摄的 你可以看到在右侧这里 PNW F55 然后你可以看到这边一样有光圈快门 这些拍摄的资讯 它全部都列在这里 那当然也有其他像是来自于其他的A7S 2 就是这个S3的前一代 那它这边也都有相关的资讯 你看7S Mark II 这边也都有相关的拍摄资讯 所以你在这一些拍摄资讯 有时候你可能从影片或者是可能画面长得差不多 可是你忘记是用什么样的镜头 或者忘记用什么样的条件来拍的话 这些拍摄资讯都可以让你去辨识 但是相对的 万一它的资讯真的没有了 该怎么办 或者就像我们刚刚讲 输入到Binalcard Pro 这个MP4的档案 该怎么挽救 那事实上你下载这个CataList 这个软体呢 它是可以帮你拯救这个问题 要如何去下载这个CataList 我们先来打开一个browser 然后你在这个搜寻这里 你打入sonycreativesoftware.com这个网站 点进去之后呢 你在download这里 然后选择CataList Browse 但是注意 因为它毕竟是Sony自家的软体 所以它所针对的格式 也都是Sony的SABC 或者是它之前的SD CAM的这些影片格式 来做辨识跟转换处理 它也可以转换处理 所以像我们刚刚这边 如果你只有把影片答案拉出来的话 那你只有这种方式来解决 就是到这里 这边有一个输出 换下去 然后呢 它这边有一个transcode 就是转码成什么格式 当然你可以直接 还是转换成SABC的格式 或者是你也可以把它换成Police 那注意哦 如果你拍摄的是4K的话 它到这边的Police 最多只有到就是2K的条件 没有办法到4K 这个是它的限制 也就是说如果说你要真的4K的条件 出去的话 你可能要购买 注意哦 要购买他们家的比较专业的Catalist的这个软体 它才有支援完整的转换条件 当然有点麻烦 所以说 为什么老师一直强调说 你们在备份记忆卡的话 尽量是整张记忆卡来备份 而不是只有把影片档案 独立的拷费出来的原因 因为毕竟我们拍摄的档案在记忆卡里面 它是一个完整的状况 就是一个最原始的条件 另外一个就是我前面提到的 这些影片档案都是无价 所以不要认为说 只要把影片档案拷贝出来就好 因为你可能会损失很多相关的拍摄资讯 如果有任何问题 欢迎留言 然后发问 今天的内容就到这边 谢谢大家